華語大世界帶您關心 以發衝突再天悲劇 在美國總統拜登訪問中東前夕 加薩市的一家醫院 在17號遭到空襲 傳出有多達500人不幸死亡 哈馬斯指控以色列發動攻擊 但是以軍對此否認 並且宣稱 這是加薩接近團體發射火箭失誤 所導致的 雙方各說各話 醫院陷入火海 整棟建築幾乎被移為平地 位在加薩市的阿爾阿里醫院 17號晚間遭遇空襲 傳出嚴重死傷 車輛被燒成廢鐵 有些還持續冒出火光 就讓人員足以清查 是否還有生還者 醫護人員10萬火急 將傷患轉送其他醫院 急診室內人滿為患 還同表情驚恐 加薩官員在成隊的遺體當中 指控是以色列下的毒手 哈馬斯衛生當局表示 由於連日空襲 醫院內早已疾滿傷患 跟流離失所的民眾 沒想到以色列會攻擊醫院 但以軍否認所有指控 世界衛生組織保持中立 不過伊斯蘭世界一致將矛頭指向以色列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更表示 以色列空襲加薩形同大屠殺 分而連同埃及跟約旦 取消跟美國總統拜登的四方峰會 拜登騎乘飛往以色列 原本還將訪問約旦 跟埃及和巴勒斯坦舉行四方會談 如今約旦形成臨時喊咖 針對醫院轟炸事件 拜登也在飛機上 透過聲明表達憤怒與悲痛 雖然並未提到究責問題 但強調美國會查明真相 成為人編譯